七八件吧 十几件 八九个吧 存在购物车里好久了 然后就创世音手把他清掉 激情消费还真是没有 就是我之前都是考虑过的 就是说这些东西我确实是需要 然后才会买 然后其实就相当于集中消费 集中消费其实还好 我还比较理智 激情购物的话有算一点点啊 但是比较多是考虑很久呢 都是刚需 购物体验我觉得还不错 因为之前我是在 我在去台湾那边读书 台湾那边是没有什么双十一的 那这次回来过双十一的话 其实在网上体验啊 淘宝啊和线下买又是另外一种不同的感觉 包括说找快递的时候 那种感觉我觉得都是蛮令人很兴奋 购物体验其实蛮好的 而且货都蛮快的 就很佩服那些快递跟那种商家都很好 各店家可能他们打折呀 减价呀 其实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包括快递有的也挺快的 还好吧 我觉得每年双十一都差不多 就是熬夜真的很让人头疼 其实有一定的风险嘛 但是这样确实是快 价还是挺好的 这样就提高了效率也挺快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多谢观看